随着显示技术的快速进步 最近几年4K规格电视机迅速占领市场的主流地位 在遗忘的大众印象中 电视机除了画面尺寸大了很多倍 其他各种显示效果都不如电脑显示器 当然电视机搭配主机玩游戏 最大的优势就可以获得更大的画面 在客厅起居室玩游戏就更有氛围感 也就三四年的功夫 游戏电视这个细分市场从5到有迅速的发展了起来 专注于向主机游戏玩家提供定制化产品 到了2022年市面上可以比键电竞显示器大尺寸电视 也有了可选的空间 那么这些具备优秀性能参数的电视入手的价格 是否也会让人望而却步呢 当然不会 今年3月份海星推出了一款全新的65英寸游戏电视 Ace 155H 针对游戏玩家关系的性能表现做了全面的优化 这是该品牌旗下的第三代游戏电视产品 首发价不足目前是一个比较终端的产品定位 对于主机游戏玩家来说 挑选云卡能满足4K游戏需要的游戏电视 是一个必做的功课 那么老是用这台海星的A5H来和大家体验一下游戏电视 应该是个比较不错的主意 先如今的玩家们对游戏电视的要求已经非常高了 不能简单的只看外观和画质表现 通常你还需要具备高刷新率 高速接口 低延迟 可变刷新率 游戏平台 深度适配等功能 那么A5H它的真实表现 是否能带得起游戏电视的定位呢 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吧 从正面看到非常的简约 边框非常窄 几乎达到了全面屏的视觉效果 支持常规的壁挂或底座落地安装 个人更倾向放在电视机柜上的方案 会显得更有生活信息 底座设计呢 有点像重箭刀锋 非常有击达的风格 背面呢 非常简约 有着海星惊艳的菱形画纹设计 在片下椅的地方呢 凸起了一个小书包 是电视机的主板 扬声器等核心硬件 各类接口呢 放置在了侧面比较方便 插把各种线来 由于这台电视呢 采用了LCD显示技术 所以它还是有一定厚度的 但是由于它的面积比较大 所以视觉的整体风格呢 还是比较薄的 搬运起来呢 也挺轻松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155H的一个基础参数 它呢是采用了一块 4K分辨率65英寸的IPS音频面板 支持120Hz面板原生刷新率 但是在这台电视机上 开启240Hz急速模式时 可以直接实现最高240Hz的刷新率 大幅提高游戏或者视频的 帧数显示上线 其实这个刷新率呢 已经超过很多电竞显示器的 刷新率了 是传统60Hz电视机的4倍 在众多120Hz刷新率的游戏电视中呢 显得有些鹤利畸群 那据说呢 它是采用了海星自研的 HSR背屏刷新技术 才能达到一个性能效果 同时呢 它可以向下兼容120Hz和 144Hz刷新率 能兼容多平台游戏的体验需求 你用电视投屏看在线视频弹幕 就会发现240Hz的屏幕 弹幕滚动四般顺化 没有一卡一卡的毛病了 一台操作流上画面优秀的电视呢 肯定离不开芯片的加持 海星155H呢 它是搭载了联发科MT965R 四核处理器 在很多同级别的电视中呢 也可以看到该芯片的身影 它还配置了4G内存 32G存储空间 幸运呢 应对当前的第九世代 游戏主题的画面 是很好的搭配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接口 配备了三个HDMI接口 方便接入多种设备 其中一个支持满血版的HDMI 2.1 满足了PS5XSX 最高4K120Hz的极限画面输入 非常棒 而且这个HDMI接口呢 还支持FreeSynic功能 输入画面的最低延伸呢 可以达到2.7毫秒非常低 注入其他USB接口 多种音频接口呢 也非常期权 支持WiFi6高速无线网络 打云游戏的时候呢 可以让人起更低 同时呢 支持蓝牙5.0无线信号 可以非常方便连接各种 无线游戏手柄 蓝牙音箱等 接下来呢 我们终点来讨论一下 海星E55H的画面表现 这应该是所有消费者 挑选电视机最在意的点了 虽然电视画面的画质 有着比较客观的评价因素 譬如色域 色准 色深 亮度 对比度等 在显示器上很常见的参数 但大家在看同一台电视机的画面 认可度呢 并不一致 这跟每个人的视觉偏好 和审美偏好都有关 几个简单的例子 画面鲜艳呢 并不代表画质好 而是正在以 还原视频或者游戏的 原始表现为准 譬如某个电影呢 本来是一个偏灰偏暗的风格 电视机呢 可能会自动将其 对比度曲线拉高 让画面显得更加通透 但这就不还原了 所以电视机的厂商 为了满足不同人的观看需求 预设了多种色彩风格模式 E55H呢 也不例外 这台电视的自定义 画面风格选项呢 非常的多 可以自行调节色温 白平衡 图像降噪 伽马曲线 等多种影响画面的设置 当然呢 这是有一定的操作理解门槛 但是对于画面 有特定需求的人呢 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 自定义功能 色域广 意味着能够更大范围的 显示想要呈现的颜色 这台电视呢 达到1%的7.9色域 同时呢 还具备了10笔特色身 避免了天空的 渐变色彩断层 色准能达到DeltaE 小语等于1.5 算是非常高的水准了 亮度方面 这台E55H的表现 算是中规中矩 但是满足常见的 SDR动态范围呢 是没有问题的 高光部分亮度呢 也能稳定维持在 320到340尼特左右 所以玩游戏看电影呢 不是问题 这得益于其搭载的 海星UID专有的 画质处理技术 能够让肉眼主观视觉体验呢 进一步提升 譬如自动优化 明暗对比度 尤其是暗场很多的视频 或者游戏 可以通过AI算法 改善局部亮度与细节 消除画面死角 通过AI算法 让画面动态范围 看起来更广 对比度方面呢 就有我们自己做的 灰阶测试图 和黑白间隔测试图 我们可以发现 灰阶测试图右上角 不能观察到的黑区非常小 证明暗场部分呢 能够呈现丰富的细节 接着用屏幕亮度计测试 常见的4×4黑白方格 白色方块平均亮度为310尼特 黑色方块平均亮度为0.18尼特 不到0.2尼特 计算测量到了平均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最高亮度下 静态对比度呢 约为17比1 虽然这台电视呢 没有采取分区背光技术 对比度数据呢 也不是那么令人惊艳 但基本上够用了 LCD面板对比度 肯定不如自发光的OLED面板 但是在显示 全局大范围高亮画面时 LCD呢 也有更多的亮度优势 对于游戏玩家来说 如果持续在白天地图进行游戏的话 长时间维持高亮度呢 也是不错的选择 不会画面亮度不足 整体方案 那显示角度方面呢 E5H表现真的非常不错 大倾斜的测试角观看呢 也非常舒服 不会显得电视画面发灰 无需担心视角不够广 这样多着玩游戏的话呢 一家人也不用抢中间的位置了 海星呢 还采用额眼仿身屏技术 对于日光啊 时射光线呢 有很好的频率作用 可以有效减少眩光 白天呢 就算不拉窗帘也能有很好的观看效果 同时呢 还能让画面对比度更高 显得更纯净 前面呢 我们聊那么多的画面性能猜数 接下来呢 我想和大家来讨论一下 我的主观感受 受限于本人的拍摄设备 视频后期输出 以及播放设备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观众呢 是无法看到肉眼的真实表现的 所以请参考我的主观评价吧 那经常看电影的小伙伴应该知道 电影中大部分场景呢 都是比较昏暗的 所以它对暗场表现的要求更高 不像电视机或者综艺总是非常的亮堂 这边呢 我们是选了几部4K蓝光电影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观看体验 它们大部分呢 就是十比特色深的 4K高清电影呢 非常考验电视机的画面表现 肤色还原 细节呈现和暗场氛围 以下剧情画面呢 都是E5H在电影风格画面下录制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昏暗场景下的表现 在巴厄人超常的血液铝电场景中 光线非常昏暗 有着多人物多背景道具的互动表演 这台电视机呢 能很好地把各种小细节呈现出来 对于多次欣赏这部电影的观众呢 可以很好地提前捕捉到后续情节中 关键人物的表情和小动作 在明亮的画面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电影东方快车磨杀案 车外的对话和巴厄人的开篇 在大范围玄境的镜头里 白雪非常细腻 没有爆白爆死的情况 动弹范围呢 呈现不错 个人第一次看的时候呢 觉得挺惊艳的 接着我们看明安对比很强烈的太空镜头 在地形引力和星际穿越里 都有着大量背景为纯黑 角色太空服呢 又是映光照射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深邃太空中的点状星光呢 呈现也较为真实 没有明显运染发挥的情况 宇宙飞船和太空服高光 也没有溢触到死白的情况 当然LCD面板呢 是做不到太空背景 是纯黑的效果 但肉眼观看呢 已经非常不错了 最后呢 是人物肤色的还原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萧生克的救赎和阿凡达的画面表现 我个人认为呢 还是比较还原的 看着很舒服 大家可以自己评估一下 由于电影的原生帧数呢 一般都不超过30帧 所以看一些高速运动的镜头 难免会出现不够流畅 或者模糊的情况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打开运动补偿功能 就让画面更大的流畅 但这个运动补偿呢 也不必开得过高 过高的运动补偿呢 可能会出现计算错误 所以使用这台电视呢 看原生120帧电影 应该是非常棒的享受 比如说李安导演的双子杀手 接下来呢 就为大家喜闻乐见的游戏画面表现 针对不同玩家的偏好呢 我们这边选择4款PS5主机上的游戏 分别是地平线 细致绝境 爱尔登法环 使命召唤先锋和死亡循环 在地平线细致绝境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明浪与阴影 同时存在的野外场景 对画面的高光和暗场的表现 要求很高 借助E5H的暗场细节提升功能呢 我们可以实现非常接近HDR的效果 高动态范围的表现呢也是可圈可点 热带雨林风格地图呢 颜色也准确舒适 没有明显的奇怪偏色问题 最近非常火爆的硬核战战游戏 爱尔登法环中呢 有着大量昏暗画面 对电视机的对比度表现 有着很高的要求 在实际电视画面表现中 E5H暗场还原非常的清晰 在保持画面通透性的同时呢 很好地提升了地下城的夜景 和各种细节表现 能够让玩家其实地发现 未知的陷阱和风险 在使命召唤先锋和死亡循环里 看一下流畅度的表现 这几个PS5游戏呢 都达不到4K分辨率下的120帧 所以需要依靠运动补偿 来改善流畅度 整体来看呢 不是特别死扣局部细节 玩设计游戏呢还是够爽的 操作响应呢也很快 我几乎是感受不到延迟的 E5H呢 做了一台非常棒的游戏电视 满足D9 世代最高120Hz刷几率呢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游戏画面渲染 相比纯视频播放 这类一眼都能感受到的部分以外 对流畅帧数低延迟防撕裂 减少拖音等方面的要求要高得多 这台电视呢 除了支持HDMI 2.1输入以外呢 还支持VR可变刷新 LLM自动低延迟功能 以及低帧率补偿技术等 这样呢就能在复杂画面成绩 使让游戏始终保持流畅 受限于PS5等游戏主机的性能表现 4K原生游戏呢 画面达到60帧已经非常困难了 更不要说120帧了 这个时候呢 E5H的运动补偿功能呢 是赫兹刷新率意义核载 PS5或者XSX根本没有这么高刷新率的游戏啊 对没错 但我们可以换个思路 你可以用这台电视机 去接PC玩更多类型的游戏啊 这样的话呢 性能和分辨率可选空间就要大得多了 甚至可以满足下一个 世代游戏主机的性能需求 大部分的游戏玩家呢 肯定希望你的游戏主机 通过HDMI接口接入电视的时候呢 它可以迅速的显示出它的最佳效果 不是摸索半片 还是无法正确显示 那E5H呢 在主机适配方面呢还是下了蛮多功夫的 就是当你连接PlayStation Xbox或者Swain器的时候呢 它能迅速的识别你的游戏主机的类型 并且在后台自动开启游戏模式 在电视屏幕下方出现为游戏用户定制的特定界面 便捷地告诉玩家当前的画面设置 方便玩家确认和调整 比如当前主机的类型 帧数图像模式等等 经过多个游戏的实际体验 画面的低限制和防撕裂都表现得非常棒 手柄操作非常的跟手 没有出现过明显的画面问题 在响应速度方面也没有明显的拖影问题 非常的流畅舒适 加上运动补偿效果高帧率呢 真的是丝般顺滑 除了主机游戏以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蓝牙无线手柄玩电视机上的云游戏 E5H这台电视机呢 目前接入了天翼云 腾讯泰特等多个平台的云游戏 并且进行了全链路的优化 实现较低的延迟 其中呢腾讯云游戏已经实现低于60毫秒的延迟了 应该是目前云游戏延迟最低的电视机品牌了 老展试玩了一下赛车游戏 世界汽车拉力锦标赛6和冒险解密游戏虚构世界 整体来说呢体验还是不错的 虽然受限于网络速度画质呢 是比不上本地的主机游戏的 但是对操作延迟要求不高的单机游戏 基本上没有游戏障碍 而且虚构世界这种手绘风格的画面 很容易让人忽略不够清晰的问题 比较适合轻度游戏玩家 或者就给家里的孩子玩 看视频玩游戏除了画面影完呢 当然少不了声音的体验 这台电视机的背后呢 配置了两个扬声器单元 并且以杜比全景深的标准呢 对这两个音箱进行了定制化设计 可以更好地还原各种声唱表现 对声音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观众呢 完全能够满足需求 如果你有较高的音响需求 以及较大的配置自由度 它还支持同轴蓝牙等音频输出方式 那我个人比较习惯 接入一个5.1声道蓝牙音响 可以享受澎湃听 以及来自耳朵背后的细节 可以达到接近影院级的听觉享受 2018年初的时候呢 我入手第一台电视用来看电影玩游戏 是一台65英寸1080P规格的海信电视 对没错它也是海信 但这个画质还有游戏性的呢 没有可比性 时隔4年这个进步也太快了吧 那经过一周多的一个实际体验呢 我觉得海信这款155H 它的4K画面呢非常的满足一个视觉需求 可能是从1080P到4K的转变过于强烈了吧 这台电视的画面呢 怎么看你怎么喜欢 细腻的画面让人视觉非常的享受 沉浸感呢也非常的好 作为观影爱好者呢 应该用起来挺爽的 不到5000元的价格呢 入手一台65英寸大屏游戏电视 对于游戏主机玩家呢 应该不算很高的门槛 15H呢 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主机搭档了 可以纳入你的2022年游戏电视备选方案 当你坐在沙发上 离电视不到2米左右的距离 拿着游戏手柄 安静惺意的享受着紧张或畅快的游戏冒险 多笨啊 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入江神神 说实话 抛开上面的各种参数 用这台电视实际打游戏呢 真的是非常沉浸体验 非常的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哦 拜拜 拜拜